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150年属于制度转换的阶段 经典作家把它称为早期资产积极革命的阶段 1650年到1800年是第三阶段 那是大革命阶段 基本内容是反专制 所以经过这个三个阶段 欧洲才从中世纪逐步向近代社会转变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为什么会产生过渡期现象呢 像那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或者其他一些国家 它在像一个新的形态过渡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出现长达几百年的 四五百年的过渡期呢 那么这里面就要说了 这里就有两种过渡方式 一种叫做有过渡期的过渡 一种叫没有很长过渡期的过渡 那么过渡去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出现了一种制度的空白 也就是说前一种政治制度 由于经济形态 由于自身的落后而走向自我崩块 但后一种制度呢 还没有真正完全产生起来 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过渡期 相反 如果前一种制度呢 没有自我率退 而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呢 就在旧的形态里面逐步长成 那种情况下呢 就会产生旧的和新的之间的激烈的斗争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不会产生有很明显的几百年的过渡期 我们知道呢 每一种生产关系呢 不走到它的尽头是不会瓦解的 但是当它已经走到尽头 当它自身已经很落后 一有风吹草动 又不知道什么问题 那么就会产生自我崩溃 如果旧制度已经崩溃 但新制度还仅仅在萌芽状态 那时呢就会出现一种相对上的 那个制度上的空白时期 这就像是过渡呢 变得非常的曲折 形成有过渡期的过渡 至于没有过渡期的过渡呢 那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比较强盛 不容易立即崩溃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新的社会力量就要在原来的制度里面 承担起来 逐渐成熟 然而再通过激烈的斗争方式 实现社会转型 这样的话呢 就出现没有很长过渡期的过渡 这是两种不同的过渡方式 那么欧洲向近代智慧过渡呢 应该说是一种有过渡期的过渡 而过渡期的结果呢 就导致了落后的封建结构崩溃 和近代制度的建立 那么同学们啊 为什么欧洲那样类型的封建主义 会自我崩溃呢 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它有十大落点 是吧 它有十大落点 证明这个结构呢是很不精致 同时我们也不是说 它不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但是它主要呢 还是因为结构不行 自我崩溃的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首先 欧洲的封建制度呢 走向自我崩溃呢 它有历史原因 历史原因之一啊 就是古代的欧洲的四种元素呢 没有真正的整合好 也没有真正的融合起来 我们一般来说呢 古代的欧洲呢 有四种主要元素 一种呢叫做希腊的因素 一种呢叫做罗马的因素 一种呢叫做热马因素 就是满族因素 还有一种呢叫做基督教的因素 整个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呢 是在这四种因素的 整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但是我们却看到呢 它没有真正的融合起来 希腊的文化呢 它是强调个性 应该说是放大了的个人 每个希腊人都认为自己是英雄 一个个都是放大了的个人 它里面最典型的那些人呢 就是河马史诗中描写的 奥德修斯 阿加蒙隆 阿基里斯 而罗马人呢 却是一个放大了的国家 他把国家放得很大 把人弄得很小 然后要求那个国家呢 来制定严格的法律 罗马人呢 却是放大了的家族 强调血缘纽带 私人关系 应该说他是放大了的家 也就是用部落血缘那一套原则呢 来进行处理事情 然后基督教呢 却是一条松散的纽带 它试图通过超个人 超国家 超部落的这样一条纽带呢 把所有的其他原作 都连接在一起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成功 中世界制度呢 其实上是把那个放大了的个人 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城邦 一个个英雄主义的个人呢 放小一点 把罗马这样强大的国家制度呢 也放小一点 但是把部落的习惯 血缘的关系 家族的关系放大了 结果呢 变成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在这个制度上呢 就产生出以血缘纽带为主的那样一种封建领主附庸制 还有呢 私家政治 还有呢 一种教会制度 所以呢 我们说从历史的原因来看呢 它是四种主要的元素呢 没有完全整合好 第二个情况呢 是欧洲军事封建主义的报复 我们说欧洲的那个封建主义啊 应该说是一种军事封建主义 它的才艺制度也好 附庸制度也好 领主制度也好 农路制度也好 都和打战有关 都是军事制度 我们说封建的那个制度呢 那个不能完全是军事性的 因为在军事封建主义制度下呢 知识分子远离政治 行政呢 是由领主来管的 他们是业余的反观 业余的行政官 专业就是打仗的 他们管不来政治 结果呢 就出现武力统治下的 军事地方格局势力 这种地方军事格局势力形成以后呢 就产生了很软弱的行政效力 因为领主呢 不懂得如何管理行政 管理司法 管理政府 这样行政和司法呢 在中世纪呢 就被强大的 就被严重的落化了 那么军事封建主义 取代了那种政治封建主义 这也导致欧洲停滞不前 为了军事需要 欧洲就搞了采业制度 庄严制度 农路制度 在这三种制度下呢 农路没有什么生产机性 因为产权不明确 更谈不上进行正当的投资 生产 扩大再生产 很显然 这样经济就遭到了破坏 接着城市也衰落了 公元五到八十几 是欧洲城市衰落的时候 究其原因 不能仅仅从热曼人不喜欢城市和双业中去寻找 而必须去从军事封建主义 这种制度下 生产衰落去寻找 整个封建时代 生产力被破坏到 种下一粒种子 只能受三粒种子的地步 那你没有剩余的东西 你怎么进行发展双业呢 经济技术如此不好 拿什么东西进行交换呢 我们来看中国 中国情况很不一样 中国搞的是政治封建主义 不是军事封建主义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呢 在以后的一千年中 农业和双业都是很好的 政治上有凝聚力 文化上有凝聚力 但是西方没有 在那个公元四到八世纪 西方的经济被破坏 有三大原因 罗马帝国崩溃 满足入侵和军事封建主义 这个情况呢 导致欧洲的城市也被破坏 土地也被泡荒 国际贸易险些都中断了 这个都是经济落后的表现 我们再从文化上看 当时欧洲有个大的问题 就是知识分子花了大量的精力 去研究神学 这就加剧了教会和政府的分离程度 多数的知识分子研究的是神学 他们转向了为教会服务 在欧洲呢 知识分子既不能参加格局考试 也不能在政府里工作 结果就跑到教会里面 去搞邪恶上的神学去了 知识分子把聪明才智 用来探讨彼岸的学问 天国的学问 这对于社会是个极大的损失 做任何事情都有两个原则 一个看它有没有需要 另一个看它有没有可能 那么中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 是非常优秀的 但他们不是为现实的社会需要服务 而是在神学的名义下 为教会服务 这样呢 欧洲教会就发展起来了 成为政治性很强的组织 反之世俗的政府 反而走向了军事化 而不是行政化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中世纪的政治 首先 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地方格局 分散政治 比方说部落吧 每个人只知道我是斯瓦本人 我是安格斯克斯人 而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 这样呢 部落就构成了对于国家的反动 部落的问题很严重 如果搞不好 就会走向统一国家的反面 另一个情况 当然就是教会 构成了对于王权的反动 中世纪有两把剑的理论 一把是教会掌握的精神之剑 另一把是国王手中的世俗之剑 结果两把剑的理论呢 是否叫国王呢 还应该听教皇的 这样的教会就构成了 对于世俗政府的威胁 结果呢 政府的机构非常简陋 在军事封建制度下呢 一个地方呢 往往是由伯爵 其实来管理的 根本没有健全的政府机构 也没有文化上的凝聚力 也没有公共利益 没有司法公正 当然也就没有太平盛世 没有文化高潮 所以中国在封建时代呢 有过很多文化高潮 太平盛世 这是因为中国搞的是政治封建主义 生产稳定 文化昌盛 制度完善 这呢就大大地超越了 欧洲的军事封建主义 所以啊到了1350年的时候啊 欧洲的封建制度几近崩溃 出现了我们以上所说的 结构危机的四个特征 一个是危机的普遍性 各个方面都有危机 一个是危机的不可修复性 一个东西一旦发生危机了 只能转为另一个东西 而不能回到原路上去 第三呢 危机时候 各个部门被拆散了 没法整合 最后呢 还持下矛盾 违背了军事封建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 种种迹象表明 1350年前后 落后的欧洲的封建制度呢 已经走向了尽土 濒临于瓦解 所以我们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看到了军事封建主义的欧洲 和政治封建主义的中国 它基本上走的是两种不同的封建类型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不应该把世界封建制度都说成是一种封建制度 那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 封建制度这个词啊 我们最好把它当成一种符合名词来理解 你比如说 我们说封建制度就相当于一个性别 一个性别下面呢 应该有男性 中性 女性 一个封建制度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符合名词 它下面应该有中国的封建主义 日本的封建主义 西欧的封建主义 法国的封建主义 等等等等 那么只有这样来理解呢 我们才可以看到 在一个封建的制度下面呢 会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封建主义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才知道呢 历史发展呢 一方面它也有历史规律 它的一定的历史规律去发展 另一方面呢 它也有各自的独特性 所以呢 我们说那个历史发展规律上的一元性 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这本则上呢 就是一个对立统一问题 不能完全隔离起来 认为全世界制度呢 都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呢 我们要讲一下啊 讲一下它的一些理论问题 我们在这里设计的 第一个理论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么来认为 我们认为在相同的危机情况下呢 人是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这种态度是很重要的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啊 讲历史啊 我们比较注重客观条件的研究 比如说资本主义萌样问题啊 封建阶级的强弱问题啊 不很注重人的能动性 主动性 这里有两个词 那个一个词呢 它叫做因果论 还有一个词呢 我们把它叫做那个表现论啊 那个因果论呢 基本上就是cause 原因结果 那么那个表现呢 英文呢 就叫做那个expression 它表现了认为 人和物是不一样的 应该分开的 因为人和物质作与不一样呢 是能有一个主观的能动作用 所以我们在研究 欧洲相经的过渡的时候呢 就既要看到客观条件 但是仅仅有客观条件 它也不会过渡 它主要研究人的主观条件 客观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封建制度 由于制度的不完善 容易走向自我崩溃 这样呢 就为社会形态的变化 创造了机遇 那么主观条件就很重要 主观条件就是出现了一个 先进的市民阶级 他们有改革社会的愿望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理解清楚 也就是说欧洲呢 虽然它有客观条件 但是它主要还是主观条件 那么那个主观的条件呢 就是市民阶级 这种变化呢 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 人文主义提倡文明 它去掉了很多的坏习惯 人要文明 比如欧洲人啊 他改掉了随地土壇的习惯 他用了150年 能改掉一种坏习惯 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它就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人们 开始讲文明的一种具体表现 文艺复兴运动呢 从造物方面来理解呢 应该是人主动的 起来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至少是带来了 文化上的大转向 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功劳 文艺复兴运动一来 彼岸的学问 经验哲学就不那么被看重了 最重要的一点 知识分子开始面对现实世界 开始研究现实的学问 开始搞经验 搞实验科学 那么他们呢 也关心政治 要建立起公民共和国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出现了一部分 关心现实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改变了知识分子 长期的脱离社会的状况 所谓的近代政治啊 西方人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 是很不一样的 西方人因为中世 其实是个分散格据的时代 所以他们认为 只要搞中央集权 有主权国家 就是近代政治 具体有五个标准 一个是有官僚政治 一个有国家的常备军 一个呢 有财政税收的保障 还有呢 主权部给分割等等 这个呢 就好像就是统一了 这个就算是近代国家了 那么中国自情史皇以来 就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的理解比较复杂 我们认为近代非近代 不是一个统一不同一的问题 而主要看它 有没有促进近代因素的出现 比如说 有没有促进近代的工丧业 所以西方学者这么说 西方人的历史呢 它是以分为主的 但中国人的历史呢 是以和为主的 所以我们不认为 一旦社会统一 就是近代 如果这么说 难道秦始皇始的 就是近代吗 这想法是不合逻辑的 什么叫近代政治 我的看法呢 有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 要看这套制度 和中世纪的政治制度 距离有多大 近代的政治 基本上和中世纪的制度 是不一样的 尽管它还保留着 一些中世纪的延续 比如在近代政治 新纪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很干脆地 废除了世纪制度 第二呢 要看它有没有建立起 一套近代的国家制度 包括官僚制度 常备军 税收制度 等等等等 第三 还要看它是不是推动了 近代工作业的发展 以这三点为标准呢 我们才可以说 是不是走向了近代政治 不再是中世纪的政治 简单地说呢 1350年到1500年到欧洲呢 是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第一阶段 特点是反思社会的疲弊 思考呢 如何驯服危机 所以这个第一个理论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同样的状况下 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往往呢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我们考虑的第二个理论问题呢 是在欧洲封建主义走向崩溃的时候 比如1350年的时候 资本主义 它只处在萌芽状态 还没有完全的发展起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1350年的时候 如果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兴起 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 这在时序上呢 有点问题 我们从来不否定 那个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当中的 巨大作用 但是强调这种作用 主要是发生在 1500年之后 因为直到那个时候 才真正进入到 经典作家所说的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点我们做些说明 就是我们不否论 那个近代的那个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兴起 对封建主义的瓦解作用 但是我们把年代呢 要往后靠一点 因为在黑死病的时候 135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只看到 封建的封建关系呢 已经衰退 但是呢 那个时候资本主义 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什么时候 发展起来呢 1500年左右 所以我们说 欧洲的资本主义 什么时候开始的 1500年左右 那样的说法呢 比较好一点了 我们这里就涉及到 第三个理论问题 就是过渡 我们不是说 过渡一定要支援的 那个支援哪里来呢 我们过去总是说 过渡主要是生产力 但是我们现在说 不仅仅是生产力 也要靠调整 生产关系 你比如说 有两张相同的工厂 使用的都是同样设备 和技术水平相近的功能 但是交给了两个 管理水平不同的 两个厂厂手里 由于管理制度不一样 导致着着席制度 工制制度 生产制度 产品销售等方面 都有差异 结果呢 一个工厂可能办得很好 另一个可能倒闭 过去只说 生产力就决定了 所有的一切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但实际上呢 我们说生产关系的改善 它也能够提高生产力 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呢 时候呢 还是一些小做法 还没有进行到 大户机器生产 但是欧洲却向 那个生产过渡了 这里我们很明显 就工业革命在后 欧洲向资本主义发展在前 所以呢 它还是过渡了 怎么过渡呢 调整了生产的方式 调整了生产关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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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